今天是纽芬兰自驾游的第五天 8点20到达了停车场 预计需要45分钟到达游轮的码头 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 我们分成了两组 12个人 正好有6个人坐游轮 6个人走trail 我好不犹豫的选择了坐游轮 今天的体感温度感觉有27、8度的样子 非常的热 一路上一点遮阴的树都没有 挺晒的 在烈日的照射下 路边的野花开得特别的旺盛 见着路上有人骑自行车去 这是不错的选择 沿路还见着两个人背的背包 准备爬上山顶的人 也见着橱子滚滚漫步攀山的老人 慢慢前行着去乘坐游轮 一群群背包的速度并不慢 超过了我 终于可以到到坐船的地方了 9点10分到达了码头 真是马不停蹄 用了45分钟 看着窗外的美景 手机没有信号联系不上同行的朋友 焦急的心情 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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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算是争分多秒 最后一秒钟赶上了游轮 所以这次所吸取的经验就是 一定要在出发前一天了解路程 所需多长时间和详细的地址 根据实际情况 预留出所需要的时间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这游轮 欣赏这25000年到10000年前 冰河时期 由冰川雕刻而成的淡水峡湾 乘坐游轮出发 所看到的景色是这样的 请您接下来 请您按摩 而我们出去的一天也有点的视频 另外一种�ن从北平等于大今天 在这一面儿上面的方案 建 ABO faten达12005 risk 中文火摩摩摩?! 我们在这 saveYou во看到的呼机 只是一门上风际上们 然后 via中文火厂出来 然后我们应该会有一些泳滚满的光沙 這是一場叫 駱花賣 是用的湖駕駛和外叢 有了被獲物 像是通往西沙東湖 這些有可能從湖流尚的雨 現在介紹一下 雖然不濟淚 我這裡有一個說話 到前面的位置 現在市場的位置 我們要找到保護 去避免區的位置 然後我們可以增加一個 這裡的位置 我們可以看這裡的相當 一看他們的層層 在他們的高度 他們的位置是700m 或是2200m的位置 這個位置是正式的 越來越多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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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